晓晓 晓晓 我还是觉得这事不行 为什么呀 咱俩可都排队一下午啊 你可不能给我 临时撂跳子不干 我明白了 你要是觉得你主说不合适的话 那我来主说 你在边上替我打配合 不是完了吗 这不是谁主说不主说的事 爸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 他就不是走后门的人 郑音 我太了解咱爸了 所以 我这不是叫你过来帮我吗 你是我二哥 你是我亲二哥啊 这又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你可不能像当年高考一样 又不管我 那 那你拉我来也没有用 那我来他就同意了吗 那我不是之前跟爸的关系 一直不好吗 我一个人来的话 他指定不能同意 你要是来的话 他没准就能答应了呗 那不是还有百货公司吗 干吗非得求人呢 既然商业厅的厅长 是咱妈的老部下 那这层关系不用白不用嘛 你想 有了这层关系 我就不用从小科研做起来 领导器重提拔 这可是捷径啊 周小小 你要是从这个层面考虑的话 那我觉得你根本不适合从政 你小瞧我不是啊 家国天下 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情怀 行了 你现在别孩子气 你听哥一句劝 咱便因为这种事 去求爸和刘阿姨 什么叫这种事啊 说过多少遍 这是我人生中的大事 他是咱亲爸 我就不能指他一点吗 你正是因为是咱亲爸 你更应该了解他的为人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跟 他跟江振海都是一样的人 都是大义灭亲的主 你想让他替你求人办事 你觉得可能吗 晓晓 反正现在商业厅 还有百货公司你都能去 你去了以后就好好干 我就不信 凭你这聪明劲 干不出来个样 二哥